Hello, 大家好, 我是 Coach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College 和 University 这两种学校有什么分别 在 American English 的用处, College 和 University 之间的差异是非常细微的 尤其是常会话之中, 两个字是经常交替使用的 College 在美国就是说美国的高中后教育 例如 Going to college, Getting a college degree 所以 College Admission 也就是报读大学 在讲到这里, 大家可能觉得有点混乱 不过加拿大的 College 和 University 是不会混淆的 今天的题目就是讨论一下 加拿大的 College 和 University 有 14 个不同的分别 在这里提醒大家, 如果这个片段对于你们有帮助的话 请你给like, 见识声留言, Share 给朋友 和订阅我这个 Coach 教育频道, 多谢大家! 加拿大的 College 是贵类于 Community College 社区学院 也包括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olytechnics 也最常见是 College of Applied Arts and Technology 加拿大的 University 就是大学 这两类型的学校最大的分别是在于 第一点, 课程果校 Program Outcomes College 是职业导向性重的 就是 Career Focus 它是用来培训行业的实践技能 这个我们叫做 Trades University 就是注重学术和特定的专业培训 例如牙医、建筑师工程 这些需要多年严格训练的专业 而 Program Outcomes 就会衍生出不同的课程类别 College Program 主要是 Diploma 即是副学士和职业相关的证书 也有部分可以颁发 着重实用性的学位课程 Applied Degree University 颁发学位 Bachelors Degree 有部分也兼有 Graduate Studies 即是颁发碩士博士学位 这个引申到第二个分别 就是课程的长短 University 里面的Bachelors Degree 是三年 Bachelors with Honours 这个是最常见的 是四年 Master's Degree 一至两年 PhD 或者Doctoral Studies 是三至五年 也其实是无限多长的PhD College 或者University 他们也有 Certificate 或者 Professional Degree 但College 专攻是两至三年的Diploma 在加拿大的公立大学 有96间 课程有15,000个 只是安大略省来说 有23间公立大学 而公立的College 有127间 课程有1万多个 在安大略省有24间公立的College 要提提大家 留意加拿大政府的 Designated Learning Institution List 简称DLI List 留意如果你所报道的学校 是不属于List 你就不会申请到学生签证 而这个DLI List 也会注明哪一个 是承认的课程 可以将来毕业后 申请工作签证 Post Graduation Work Permit PGWP 注意即使学校在List 但不一定是全部课程 都会被承认 用作毕业后申请工作签证 另外第三和第四分别 对于国际学生的影响较大 学费方面College 通常不会超过2万元 但University普通要2万多元 至到4-5万不等 在英语能力方面的要求 College比较容易 大部分要求 比如IELTS Academic 6 但大学一般要求6.5甚至7 在修生方面 College会快很多 如果文件已经交齐了 一般2-4个星期都会有回复 而很多课程 都是3个学期都会修生 也很多College 它直接叫做Rolling Admission 即是全年都可以接受申请 你成功后 就可以入读最近的学期 大学的修生程序 相对复杂很多 很多时候要2-4个月才能回复 而且普遍于秋季 即是9月入读 很少部分 也可以在冬季1月入学 排名高的大学 报名截至日期 多数是1月15日左右 也有其他 会去到4-5月收生 第六项的分别是排名 一般好的大学 都可以查到 在国际公开的排名 如果没有在排名上列出 即是那间大学 已经跌出了1千 甚至1千5的排名以外 College就不同了 由于所读的学科 是着重专业培训 是根据那个国家政府 特定的专业要求 以及有些基准的技能 去衡量 所以硬要和其他学校的 学院比较 就做不到 也没有意义 所以即使College 没有排名 也是正常的 也不需要介意 第七个就是Employment Prospect 就业前景方面 在这个College是佔尽优势的 因为他们的课程 都是根据现实社会的职业需要 而设计 大部分毕业的时候 已经能够认证到 从事某个行业的资格 有部分仍要参加考试 但是毕业生 整体来说 都是Job Ready 大学大部分的课程 就不是特意为职业而设 所以很多学科 在短期就方面 仍需学生自己去探索和铺牌 第八就是校舍 College 比较多校舍 比较小型 一间大的College 可以有七八个校舍 也不奇怪 同学报读的时候 要清楚自己的学系 和课程 在哪个校舍上课 因为很多时候 这些校舍 甚至是设立在不同的城市 大学多数只有一两个校舍 比较大型和集中 Class size 课堂的人数 College 因为要配合职业训练的场地 和特定的设施 每班人数不会太多 通常30人左右 但大学的lecture 尤其是一年级的学生 可以超过一百人一班 例如多伦多大学 有很多科目一年级 每班超过一千人 大家可以想象到 这么震撼的人数 连改功课 都是由AI去改 第十点 Endowment Fund 捐赠的财政储备 由于捐赠大部分 都是来自旧生的 所以学校越大 历史越长 捐赠的财政储备就会越高 这是直接影响到 学生可以得到 掌学金、助学金 和其他研究经费 特別设施 这些享用的机会 捐赠的财政 是独立于政府的撥款 所以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然后即使大学削减经费 这些储备捐款 都会发挥好债的作用 能够入读Endowment Fund 高的学校 领取职业的助学金 和奖学金的机会 就越高了 例如UBC Endowment 有22亿 U of T有25亿 College 当然也有接受捐赠 但Endowment Fund 通常都没有公布 很难查证 而且由于很多College 都在六七十年代成立 这些比起大学 随便有一二百年的历史 College Endowment Fund 相对小 于是College的学生 拿到奖学金 助学金的机会较低 留意 除了Entrance Scholarship 之外 财力好的加拿大大学 会在11月左右 陆续发放奖学金 给正在就读的学生 这些是叫做In-course Scholarship 所以Endowment 都可以成为 暴读学校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 第十一点 Student Debt to Income Ratio 即是学生毕业的时候 他们所欠落的债务 和他们的薪金比例 College由于课程时间短 亦会较快找到工作 所以他们的Debt to Income Ratio 就比大学低很多 即是很快就归本了 大学尤其需要读很长年期的课程 好像E4 长达8年 他们刚毕业的同学 Debt to Income Ratio 会很高 成为真正的穷学生 但如果用长的年期比较 他们的Debt to Income Ratio 会跌得很快 收入长远来说 University 会比College的同学 当然也要看下 你的行业是什么 这就带到第十二个分别 Salary Rank and Job Prospect 就业的职级和前景 以学前教育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相关的行业来定 College Diploma 训练出来的工作 比较初阶 大学甚至石树和博士科学 训练出来的 他们可以做到职业和职级 相对薪金 都可能会去到几倍 证明你的投资时间 学费等会有相应的回报 第三个 决定你选择College 或University 最重要因素 Program Choice and Career Path 如果你已经有特定的职业目标 你可以查一下 专业认证或学会 会提供你需要读的 什么课程 在Job Bank里面 有一个位置 Explore a Field of Study 可以查到全国 在职业里面的Program 所以报读学校之前 应该清楚自己长远的计划 再决定报读哪一间学校 最后第十四个分别 是一些不能量化 Qualitative的差别 里面有两个是 Transmission 和Transformation 在College方面 我们可以用Transmission 这个字来概括形容它 它是注重应用的技巧 传授 实践标准化的认证 很清晰地根据专业协会 去训练学生 因为它的标准是根据 社会现实的需要 所以这些技能很多时候 需要updating 但好处就是 它传授了这些技能给你的时候 是与职业接轨的 配合社区的需要 大学的情况 可以说Transformation 因为它是以理论、哲学 研究的方式去获取知识 在更深一层的时候 就是在研究院阶段 专注创造知识 大学的教育过程 是着重于发展学生的思考能力 去改变它的认知 对于不同范畴的学科 有深入的基础认识 所以这些训练和认知 是可以转化 去到其他不同的学术范畴 亦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不过过程长 要追寻理想的路是不短的 亦由于着重啟发性 所以影响深远 几年的大学教育可以影响一生的路 那如何去选择和比较College和University呢? 是不是苹果和橙的比较呢? 又或者听到很多人去讲很多的意见呢? College和University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Coach建议利用两个方法去选校 第一个是Selectivity 第二个是College Fit Selectivity就是收生要求高的学校或者课程 这些就是叫做Selective School 或者Selective Program 这是根据它的排名 或者是一些Public Data 例如OUACA Ontario University Admission 它会有报读每一科和每一个学校的人数 也在一些难入的Program 它们自己的Website 就会公布去年收生的平均分数和Acceptance Rate的收生率 正路来说 你是要选择一些最难入的课程去读的 如果最难入的大学或者课程收到你 你又放弃 那你做什么申请呢? 可能你周围的人会和你泼冷水 而不是鼓励你 想当年我就有这个经验了 他们说 那间大学修生容易 毕业难 有好几个人听到我说要入那个Program的时候 就刻起臉 总之是没有人鼓励过我 莫说恭喜我了 那我就完全知道什么叫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 当然我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能够入读Selective School 是我一生以来读书最开心最享受的时间 College Fit是第二个选择的基准 大学申请和录取过程 取胜之道在于法国最适合个别学生的最佳学校 过分盲从一些大事宣传说自己是名校 又或者单靠排名来选校都是不致的 有很多人会指手画脚 告诉你哪家好哪家不好 那你要问一下这些人是否有资格说话 和他们说的有没有建设性 有些父母也记熟了排名 好像在说股票的代号 忽略了教育更深更广的意义 其实选校是一层资料搜集 和自我认识的配对课题 一个matching game 要真正考虑到课程和学生的兴趣 能力、目标和你要付出的成本 过中的学问和准备功夫是不能轻率的 其实近年有个趋势 令到College和University漸漸的分界是模糊的 在传统的大学课程里面 很多都加了一些实习的机会 有些是实习的年期 甚至是一整年那么长 即是本科honors的bachelors degree 变为五年长 但依然很受欢迎 这些有实习机会的课程 通常竞争性更加大 因为hands on experience 有80%的雇主说他们在co-op program 能够找到他们很理想的员工 有56%的学生觉得实习机会 令他们多学了很多东西 在2006年至2013年的6年里 co-op program的增长率多了25% 今次就和大家讨论到这里了 希望这一集的内容帮到你们 请你们留言给like share给朋友 和订阅coach教育频道 多谢支持